你健康的很 其实 人的情绪可以伪装 但是你的病是伪装不了的 原来话讲说人啊 待会你的灾难 一看就知道你的病在哪里 对不对 只是你厌不厌承认而已 身体的是不会骗人的 那这个疾病是表现是说 人身体的生活错误 生活习性的自我惩罚 那真的是都是这样 你不要抱怨你现在得什么病 你应该讲说我的生活习性才不敢 很多人讲 像我昨天到宜蘭去演讲 有一个本来要开听演讲 他说不能来 不能来 为什么 因为我吃了一颗水梨以后 好像身体很不舒服 照理讲水果应该很好吧 他吃了水梨以后那就不能来了 不行 太寒凉了 太寒凉了 因为他身体凉的不得 但是你跟他讲说 你吃热一点东西 喔 那个吃了会火气到 他坚洁不吃 他每天吃的是什么 生菜 早也吃午也吃晚也吃 很健康对不对 我吃素应该很健康 结果他全部吃那个不足的东西 结果他真的吃那水梨以后 就当了顾会家不定当了 不能走出门 这个就是什么 习性观念的问题 好 那 人因为身体内外的 代谢的关系失常的 废物和毒物沉积在血液里面 器官组织细胞当中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慢性变 我常常讲 因为我们每天要什么样 要大便 我们现在碰到人的时候 你吃饱了没有 如果你改为你大便了没有 怎么办 为什么 最近不是有礼国修吗 大肠癌 对不对 那最后他转移到什么 转移到肺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判定他 那大肠癌是长在乙状结肠上面 因为长在那里 他一定会转移到肺 如果长在脂肠的地方 他一定会转移到肝 那有的人大肠癌 有的人变成肺病死了 有的人会变成肝病死了 因为他长的位置不一样 那所以呢 如果你每天有大便 而且大了很干净的话 那你就没有得到大肠癌的情况 你更没有得到肺癌或肝癌 转移的机会 那所以要你大了没有 不要讲说你吃饱了没有 所以我常常讲 如果早餐你不吃的话 就是吃大便 因为你大便拉不出来 它就继续吸收 那大便吸收 尤其在你的职场 它可以膨胀十倍 所以里面可以装很多大便 你知道吗 它只有15公分长 但是可以装好多大便 那你就一直堵在那里 最后变得出来是一颗一颗的像羊妹妹一样 对不对 那有的人比较好是一整条 但是呢 它会有很多的皱褶 那也是蛮严重的 那有的人皱褶小一点 反正只要有皱褶的都不对了 出来最好是像香蕉一样 那如果你出来是软的 那个也不对 有的人是软嗓的 有的人拉出来是水壮的 那个都是你的肠胃所出的问题 所以那个也叫便秘 那各位想看 你每天要去医院健康检查 不如你就检查你的大便便 因为这就是你疾病的根源 你可以看看大便就知道你是得了什么病 什么病 那大便里面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血液的问题 因为大便里面的腐败便 酸性腐败便 它会透过吸收到肝脏 肝脏以后它不处理 就透过心脏 那心脏直接把它打出去 那你一分钟就绕一圈 一分钟就绕一圈 这样绕的结果 你哪一个器官最弱 它的那个酸性腐败便所 产生出来叫做血酸 那就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久了以后 那里的地方就病病 所以卡在那里就不是三天两天 也不是一年两年 是几十年的光景造成 所以这个叫生活习惯病 对不对 生活习惯造成的就是所谓的慢性病 所以你的身体器官会有 有毒素卡在那里 毒素卡在那里你就 机能就被堵住了 被堵住以后呢 你的器官就开始混乱了 混乱的疾病就来了 所以疾病来了你的器官就受损了 那就是癌病 那就是癌病 是不是 就是这样叫做毒毒乱损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方式你看看 因为生活企迹的问题 这是你的原因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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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的问题 这里面我们的生病 大概有四大类 一个就是环境 最近浮导 浮导 浮射出来的时候 那个植物本来这么小的 它会变成两倍大三倍大 本来是直的变成弯的 有没有看过那个网路上的东西 它是辐射 所以我们的环境里面 我们的辐射多 有没有每天拿手机 玩电脑 这个都辐射 看电视有没有 有 一插头插在 插在那个插座上 如果你的方向错了 辐射可以高出好几遍 你知道吗 插头不是一个大片 一个小片 你要不要插错 插错的辐射就很大 没有人教 只会用 那里面 它有很大的影响 像 像这个电脑 不是有一个三叉的吗 我喜欢把它拔掉 拔掉的辐射会扩大 大概 扩大三四倍 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 你的生活就是环境的因素 另外是饮食的因素 这个各占二十倍 还有一个占五十倍 就是你情绪的问题 有没有 我们讲心病 刚才讲心病的问题 心是占五十倍 所以为什么以前要修行 这个很重要 因为修行的人不容易生病 那现在人 修行的人容易生病 容易生病 因为他没有情绪管理 好 没有情绪管理 这个就是原因 第四种叫做因果病 那个我不知道 我们就不谈 所以 当你这个生活奇迹的问题以后 你就产生信息能量 信息跟能量 就是血液 经过的问题 起了变化 所以你不是讲 刘老师那里 不是要 要开始要有什么 哪里痛我就给你出哪里了 因为就是 信息能量混乱了 你就要去找他 因为 生活奇迹造成信息能量 血液经过的变化 这叫物质变化 你身体的问题就跑出来了 像身上会起斑点 或是疲倦感 或是哪里酸痛 或是搞不清楚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有没有 好 那些都是信息 这个时候症状出现了 那就是我们讲的各种的癌病慢性病 这个叫做气质性的病变 体质性的病变 那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 加上你的肌炎成熟 刚刚好最近特别劳累 那就出来 刚刚好 发生什么事情 让压力很紧张 对不对 压力很大 病就出来 你们想想 我们每一次的生病 是不是就这样来的 没有错 好 所以 这一棵树是告诉我们 如果是 叶子 黄的 请问你要处理叶子 还是处理根筋 处理叶子就好了 叶子把它摘掉这样好了 把它剪掉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 也许 也许看起来好看 女生就是抹抹粉 切斑很浓 我们把粉抹下去 变得好漂亮 有没有 电视上看的都是漂亮的女生 没有丑的女生 是不是 因为她就直接抹上去就好了 那 是真的漂亮吗 卸妆了以后你敢看吗 那你就不敢看了 这个就是一个概念 所以 你吃药也好 开刀也好 这些东西 都只是一个处理那个叶子 处理那个症状而已 这些症状 其实你到医院去 它就说你有五年的存活力 对不对 你可以再活五年 它就算成功了 那如果你不治疗 也许更成功了 因为那些东西 造成我们不变的地方很多 所以如果你推拿 或是按摩 或是针灸 也只是短暂你 身体的症痛 或是舒缓你一些症状的 你身体要 那自己是改变的 那只是给你刺激而已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谁要治療 治療自己 对 所以真正生病 医生在哪里 在自己身上 那你会不会用 不想用 也不会用 也不愿意用 是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点 那就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 慢性病缠生 如果说真正要潜移 你就是现在的观念要一直改变 要健康就是生活方式要改变 就这么简单 所以 有些人说 我身体不健康的 有什么 我说我可以帮助你 我开一些生活处方给你 就这么简单 生活处方 只要你按照那个生活处方去做 其实疾病就会好 就会好 但是 不要相信 做一天两天 一个礼拜 两个月就好了 那是慢慢的累积的东西 好 那我们讲 疾病形成的三大阶段 第一个 毒素分泌排除期 也就是说你的生理的分泌期 病理的发炎期 发炎 身体要发炎 身体发炎 是细胞在喊救命 细胞发炎的时候 就是啊 救命啊 救命啊 那我们习惯性的方法 就是把他的嘴巴污起来 你不能讲话 你就吃药 就把他污起来 不能讲话 不能讲话 把嘴巴敷起来 细胞 好了吗 没有 但是他 他没有发炎 他好了 是不是你会这样想 其实是 发炎 是细胞在喊救命 所以你不能让他退烧 不能让他发炎不见 你看自动不见了 就是好 你强力把他嘴巴污起来 他就是没有好 这样了解吗 下一次发炎更严重 那如果他 你一直把他堵住 一直把他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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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他不发炎 但是细胞 当发炎没有用的时候 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就是我死给你看 我这器官就坏掉了 死给你看 那还好 因为我细胞会再复制 再重生 另外一条路 就是我开始 法力不让我走了 我只有走强盗这一条路 我变成肿瘤癌细胞 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所以你要让他自然凋零 还是变成强盗 这个就是所谓的发炎期 如果你一直想要把他塞住的话 那就不好了 所以 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智慧 自己去防卫他的功能 那就是发炎 发炎 那这个时候代表你身体已经毒素开始产生了 接下来 你的组织开始产生了变化 这个叫饱和期 或威胁期 或是迫态期 你的身体已经产生变化 这里有一个斑 那你有一个点 长一个什么充 长一个什么东西 那就代表他已经开始怎么样 抗拒了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有能力去改变 或看得到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他那个仓或什么样自动不现 那如果你一次 两次三次 或是你的斑点越来越多 那就代表 他的生理的状态 已经告诉你的 快要变性了 变性了 这个时候叫做组织系统变性期 就是肿瘤可能出现了 要了解吗 那肿瘤出现的时候 你不要担心 肿瘤只是在你身上 因为你的肝 或是肠胃 或者是肾脏 在过滤的功能不足了 它在你的器官 让你再生一个过滤器 肿瘤就是过滤器 如果没有生这个肿瘤 你也会早就死了 所以这是最后一道 告诉你的身体 告诉我们 你的身体状况 所以你要赶快去改变 不要赶快去杀他 不要赶快杀他 要赶快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好